接著下來我們來看看 柳燕老師的人氣排行榜 第二名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一定跟美有關係 飲食美容 其實這幾年一直非常非常的流行 大家都說保養這件事情 不只外在 還要內在 對 我覺得飲食美容 對我們這種快要 邁入30的女生特別有感覺 就是譬如說像我們現在 年紀見長之後很怕 膠原蛋白流失 妳旁邊的 沒有 因為像我現在是 剛剛好又是要跨入30 對 我覺得妳今天超級沒膠原的 對 就是因為 而且我昨天才看到FB的那個回顧 就是小時候的時候 臉超膨 那時候覺得自己的臉很胖 但是現在看就覺得是 滿滿的膠原蛋白 所以現在就是去外面點東西吃 你點小菜的時候 你就會瘋狂點豬皮 雞腳 會豬腳 雞腳洞 就是會很注意這個東西 但是每一次吃完之後 又想說不對 不對 這應該要補一半 這到肚子是不是很胖 對 還怕補 我想說臉都沒有膨到 怎麼肚子變這麼大 因為那種東西感覺 熱量又特別高 還有妳年輕 我這個年紀早就膽固成太高 膽固成太高 所以就會又會有點擔心說 那這樣吃會不會又變胖 所以就會很困擾 像我們現在可以吃什麼 我們現在可以吃蹄胖 朋友 我們要吃什麼 大家都會擔心吃蹄胖或者是 胖 會胖 熱量很高 主要是健康 抑鬱 膽固醇 膽固醇 我們就吃純粹的腳眼蛋白就好了 好多喔 其實就是這個 這瓶雞大家應該已經見過它很多吃 非常有名 本來只有在日本可以買得到 現在台灣到處都買得到了 然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你怕胖 對 大家都怕胖 對 大家都怕胖 它不會讓你胖 因為一天只要吃三顆 先讓大家吃好了 好不好 很多人都說 空腹的時候吃 我比較建議的時候 早上空腹的時候吃膠原蛋白 它的吸收會更好 要咬碎嗎 沒有 就吞腐就好 它做成磨一定的原因就是 你直接沖下去就好 你也不需要再沖泡 然後你就直接就可以這樣吃下去 而且也沒有什麼嗆眼切粉 怪味 沒有怪味 有一些不但會嗆到那個粉 還會有怪味 怪味很細 喉嚨會覺得很甜 有些是因為它如果做成液狀的 它會加很多那個 糖 然後它去調味道 其實它的熱量都很高 這三顆三 四卡而已 所以其實熱量真的很低 重點是它補充了 我們一天所需要的膠原蛋白的量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說 你會過多或過少 或者攝取不夠 然後它除了膠原蛋白之外 我們說膠原蛋白 它還要能夠被皮膚吸收 最重要的是它還要有 紋身素C 因為它可以去加速膠原蛋白的合成 然後還有B群 讓你的新陳代謝好 精神比較好 B群就是有B1 B2 B6 鹽鹼素跟泛酸 這些其實都是讓我們的新陳代謝 比較正常一點點 而且你又不用到日本去買 跟台灣到處都買得到 重點這個品牌 我會跟大家介紹這麼多次的原因 因為吃進去的東西 安全要有保障 這是日本非常知名的大廠做的 它是日本前四大藥廠 是藥廠 藥廠 對 還不是什麼化妝品工廠 是藥廠做的產品 所以它其實在品質上面 是非常講究的 非常嚴謹 現在進來台灣之後 所以你吃進去 你會覺得 至少你補充到了膠原 然後也沒有熱量的積累 然後該有的也都有了 它利用的是魚膠原的膠原蛋白 分子非常小 所以你吞進去的時候 其實原則上它可以幫我們 去到達我們想要補充的地方 但是一定要定期吃 規律吃 才可以感受到它的效果 現在如果我今天忘記吃 我們可以補吃6顆 不需要 多的就代謝出去了 你一個月沒吃 你大概一整罐都是代謝 一整罐都需要 因為我們一天的量就是剛剛好就好了 你多了它就排出去了 忘記就忘記 對 而且又很方便攜帶 你就是待在身上 你也不會忘記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辦法 早上起來吃的話 你就待在包包裡面養成 就是告訴自己養成一個習慣 你在那一個時間點吃 就在那一個時候吃 固定那個時候吃 也可以 反正就是一定要固定吃就對了 對 所以我都會把它放在我的化妝台上 不會忘記對不對 因為你洗完臉 你一定要擦保養品 所以你就會看到它 那你就順手就拿起來吃 而且那時候剛洗完臉 你不可能吃東西 所以馬上喝了水就可以吃了 我也是把它放在 因為我每天早上起來 第一件事 我一定要喝一杯溫水 然後我就是放在水的旁邊 旁邊你就會看到 一起就吃掉了 有沒有什麼孕婦或哺乳中 有 孕婦 哺乳中 或心血管疾病的人 會比較不建議 其實不是說 拿去給醫生看 對 不是說完全不能吃 而是因為 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 又加上你在特殊的體質狀況下 又有特殊的情況 你可以跟你的醫生先質詢一下說 那我現在這個狀況 我能不能吃這樣的產品 醫生就會根據你的個人情況 然後來分析到底吃不適合 原則上是孕婦或哺乳期 我們就會建議說 為了安全可能就先不要 好的 好 來自我先講 一句話